金酱肉丝是很多小朋友特别爱吃的一道菜 很多人在家里面做出来的金酱肉丝又拆又硬 从此摇不断而且呢还特别难吃 大家好我是汤广灿 今天呢教大家做金酱肉丝 首先试菜呢咱们选用煮的外脊 活着肉是离脊都可以 先切片再切丝 最好是先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动一下 这样切丝切片呢就更容易 这一步呢大家注意一点肉丝不要太细 切好的肉丝咱们放进喷重 一定要用清水给它清洗一遍 去除里面的杂质和杏味 再用熟8厘米的水分钻干之后 加入少许的腌料酒适量的牢臭 用熟给它抓拌均匀之后 再用专业的手法加入一颗蛋清 再次用熟不停的抓拌至上浆 最后再加少许的玉米淀粉锁住水分 这样做出来的肉丝非常的发嫩而且不硬 很多人在家里面切的葱丝 小孩老是脚不断 吃一口直接把所有的葱丝全部给拽出来了 大葱咱们去除里面的杏子之后 把它趴在阿满上面 倒呢一定要稍微的歇一点 这样大葱里面的纤维能把它切断 切好之后呢咱们把它放在攀子中间 习饭吃荒话的咱们可以放在荒话丝 不习饭就不给哈 大概六成热的油温咱们把酱好的肉丝加入锅中 用小火呢给它花烧 变色以后呢就可以把它倒出来 放一旁控油备用 锅中溜少许的底油 下入白汤 不停的变潮将白汤呢 炒至紧荒色的液体 最后咱们加入一勺天面酱 用烧子不停的搅拌 让汤和天面酱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一定要稍微的加点水 不停的搅拌 把天面酱呢全部给化开之后 再倒入这个花豪的肉丝 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火开大一点 把里面的汤汁稍微的熟干 撑在大葱和荒话上面即可 撒一点纸麻增加葱色感 用剪明卷 用钱账卷都可以 学费的朋友呢给我点个赞 记住了我是劝王最细的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